购物极点换赠品贴纸一张张收集好有成就感 但是弄丢却伤脑筋 现在极点已经进阶到数位化 利用手机APP购物完毕 点数立刻累计 也成功提高了消费者购物意愿 我都常常会搞丢 对所以如果可以有那种手机上的 我觉得比较方便 有买有送甚至有折价 都是对家庭主妇来讲很好的一个方式 台湾人爱极点点数经济风行多年 极点也成了网友回忆当年的主题 不过以往极点大多是零售业在操作 现在服饰品牌也看准这波极点热潮 抢搭圣诞节购物商机 在圣诞节的时候会有一些点数 无上限的折底 我相信在那两天圣诞夜的时候 我们应该相比去年 我们都预估有15%以上的成长 可爱圣诞风疗愈小物 就是极点满额赠品 再搭配品牌专属APP 消费者获取优惠资讯 极点也更方便 他可以随时去看 他现在还有了多少的点数 然后可以去盘算说 天气冷了 我需要什么衣服 可以怎么样去利用我的点数 服饰品牌消费族群广大 现在加入极点红利战场 点数经济 跨产业延烟烧 在内新闻 苍蜜华晨雅台北报导